何飞和妻子李慕子在一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前往东南亚国家巴迪维亚旅行 李慕子在何飞某天晚上离开度假村后离奇消失 何飞向当地警方报案苦寻无果 警方认为证据不足没有立案还把何飞打给失聪了 这时有一位姓郑的警官主动找上何飞表明自己也是话语 愿意给予帮忙给他递上了名片 你还好吗 我姓郑 华一 你一定要帮帮我 第二天何飞醒来的时候 旁边睡着一个陌生女子 他自称是他的太太 何飞根本不认识这位陌生人 他根本就不是李慕子 何飞找来政警官帮忙 可惜所有证据都能证明面前这位陌生人正是李慕子 无论护照资料 手机上的照片 酒店的监控记录或酒店的经理跟服务生都能证明这位陌生人正是李慕子 何飞想到李慕子的大腿上有一道疤痕 他便强行撕开着女子的群察看究竟 不但发现连疤痕都一无一样 这女士就是你的太太 老公 何飞这时百词莫辩 还被政警官警告他这样的行为是违法 这位何太太还向政警官说出何飞因为服势太多指痛药 落下了后遗症 不但不能控制情绪 甚至有时会精神错乱 何飞不但感到害怕 还意识到背后有巨大的阴谋 他独自一人四处寻找证据 想证明这位女子不是自己的太太 可惜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 曾经帮他们拍过照片的摄影师辞职失踪了 他去夫妇俩人曾经到过的地方 想寻找监控记录可惜冒充李慕子的人比他先来到 当政警官来到时监控影片内的人证实着神秘 女子 政警官告诉何飞他的案件正式被驳回了 何飞既恐惧又无助 他最后找上陈麦 一位著名的国际律师 经过多次的恳求陈麦终于答应帮忙 原来李慕子是一位富家女 承受了父母的巨额遗产 而何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潜水教练 何飞因为在一次潜水事故中救了慕子 俩人开始交往没多久就结婚 这次因为是结婚一周年纪念 俩人来到这里想要看海底星空 谁知道意外就发生了 至今慕子已经失踪15天了 陈麦跟何飞回到酒店调查情况 刚巧碰上这位冒充慕子的人到来 他跟何飞相约了晚上见面 这位冒充慕子的女子道明来 说他可以把何飞送进精神病院 然后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收他的财产 何飞开门见山问这帮人到底想什么 要多少钱才敢放过他 这女子话里有话 表明要夺取何飞的一切要他生不如死 突然这女子倒在地上周围的人 都认为是何飞对他动作 陈麦告诉何飞已经找到线索 他们一路上都有人跟踪 最后还向他们开枪 原来何飞并没有告诉陈麦所有真相 他隐瞒了自己曾经是一个赌徒 在认识李慕子之前欠下了巨债 慕子不但没有嫌弃他 还帮他偿还所有债务 何飞也承诺慕子不再赌 第二天陈麦又带何飞去找何桑 那个帮他夫妻俩拍照的摄影师 取得证据后何飞和陈麦又被杀手追杀 摄影师被击毙了何飞侥幸逃脱 陈麦下落不明 何飞回到酒店想拿证件登场 这时贾慕子又出现 他恐吓何飞说他是不能逃脱的 并自己打穿自己的头 正在何飞和他纠缠的时候警察来到 何飞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被关在一精神病院中 郑警官 贾慕子 杀手都来了 他们笑着说会夺取何飞的一切 而何飞下半生会生不如死 在何飞求助无门之际 突然门打开 进来的人是陈麦他打扮成护士出现在何飞面前 希望何飞告诉他真相 因为现在警察正在通缉他 如果找不到李慕子他俩必死无疑 他告诉何飞这一切肯定是慕子的安排 目的是报复何飞 必须要找到慕子 何飞最后说出了真相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不想知道结局 现在就要离开了 真相马上揭晓 到底李慕子去了哪里 到底是不是如陈麦所说 一切事情都是李慕子的策划想要报复何飞 原来何飞不但没有戒掉赌博 还越欠越多的债 李慕子想跟何飞离婚 这被何飞发现了 他于是假装痛改前飞 设计了这一次旅游表面上 是完成他答应慕子带他 去看海底星空的沉默 慕子因为真心爱住何飞 原谅了他并答应跟他旅行 原来何飞当晚把慕子带到月亮湾 俩人潜入海底之后 何飞把李慕子关在衣 个笼子里 慕子就是这样活生生的被淹死了 何飞自行松绑离开房间之后 发现自己在一个不景室内 假慕子 郑警官 陈迈 杀手等一帮人都站在他的面前 原来所有人都是演员 只有陈迈他就是李慕子口中的闺蜜 漫漫 一位得奖的导演 当漫漫发觉慕子失踪后便马上赶来 他觉得何飞很可疑 于是便导演了一出戏中戏 迫使何飞说出真相 果然何飞这个病态赌徒 自导自演一出失踪案 其实是谋财害命 陈迈 现在应该叫漫漫 去探监何飞时 何飞还死不悔改 还悔恨自己应该早一点识破尘脈的计划 连他也杀掉 但当慢慢告诉何飞 李慕子知道自己怀上身孕已经原谅了何飞 会再给他一次机会 打算在潜入海底时 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可细计惨遭杀害 慕子把超声波的照片带在身上 打算在海底星空中告诉何飞 何飞 你把这世界上唯一爱你的人 亲手杀死了 我认为他在海底下 在海底下 我认为你把这个放在海底下 我认为你把一个被摔在海底下 我认为你把这些水晶 也认为你把这些水晶